平常隨時都維持六七個 要多少人在路上 路上 我們路上會有一組群人 那兩個人 對 其他會交整 615 警察節 議長同志委 來到南遊所未問 和遠景閒話家常 你哪邊人 屏東 屏東到基隆 南到北 你是分發來的嗎 那醫院成為基隆人 警察工作沒有假日 議長同志委在警察節這一天 準備了三百杯珍珠奶茶 分送到基隆市 二十三間派出所 這些清涼的飲品 讓遠景消暑 警察節 那我們特別來到我們 一分局南龍所 來祝福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值班的遠景 警察節愉快 大家平安 那我們警察同仁非常辛苦 二十四小時執勤輪班 那我們今天特別學在南龍所 也是因為我們今年 中央有補助南龍所 九百多萬來做整修 也配合我們這幾天 來總統到各地視察 到警察相關單位視察 希望來改善我們這個 遠景的生活環境 包含我們的宿舍等等 所以我們金融市這邊 也有九百多萬來整修 我們這個南龍所 我們希望未來 中央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 因為相信總統的重視之下 我們警察的環境 可以越來越好 除了慰問遠景帶來飲料之外 同志委也相當關心 南龍派出所聽色老舊問題 聽到獲得九百四十二萬元 中央經費將進行修繕 同仁們很開心 今天是警察節 警察工作沒有假日 無論晴天或雨天 皆要在外面執行勤務 仰賴同仁平時犧牲奉獻 辛勞付出 才能讓市民有良好的治安環境 在此感謝同仁辛苦的付出 及執行 也特別感謝議長指使同時 特別帶來清涼的飲品 慰問同仁及感謝及給予祝福 隨後議長同志委分別前往 巴督派出所 馬林派出所 慰問辛勞遠景 六月十五日警察節這一天 再次感謝基隆市一千兩百多位警察 不分昼夜 全年無休的犧牲奉獻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答